的確 特色很重要 北海道有新幹線速度很快 四國說我們不一定要快 我們用慢的 其實慢在觀光旅遊上面 也有不一樣的感覺 北海道新幹線開通之後 可以從北海道直接坐高鐵 直接就坐到九州 就整個日本 讓它舉國換騰對不對 就有一個地方悶掉 他說難道我們被遺忘了嗎 難道還是我們四國獨立的嗎 因為不管北海道 本島還有九州 通通都有新幹線的 四國怎麼會沒有 所以說當然四國人就悶 就是四國人悶的話就自己搞 為什麼 他們就想說 你們都有新幹線 我沒有 我很丟臉對不對 已經搞好了嗎 對 他們兩年前就搞好了 對 因為其實北海道新幹線 已經蓋了50年 所以說他想說 我們自己就先搞 兩年前就開通了 他模仿了 他模仿了什麼 四國的JR國鐵 就模仿了初代新幹線 就是什麼 第一代新幹線 所以那個造型是非常非常可愛 比較懷舊是不是 對 懷舊 而且 他的速度 他標榜是 我是全日本最慢的新幹線 大概多少 日本的新幹線最高時速320公里 我這個四國自主開發的 我就叫做我叫哈比火車 85公里 沒小時 那還比區間車快 對 它85公里的坦白講 真的算是 以新幹線來講 差很多 可是一般的火車這樣算快 可是重點它裡面的配備 真的是非常可愛 有感覺之外 還比照新幹線的標準 它裡面座位三個人一排 然後他們整個觀光的火車 雖然做一節而已 它這新幹線不是很多節 也做一節 一天做五班車 雖然說沒有 只有一節 一天五班車 可是這個五班車 班班客滿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想要來 做這個哈比火車 因為第一個 這火車非常可愛 非常稀奇 因為日本很多鐵道迷 大家都覺得說我來體驗一下 什麼叫最慢的新幹線 這個是四國 當然他們也期待說 真正的320公里新幹線 哪一天也能夠彎到四國去 什麼都要就對了 對 講到這個高鐵新幹線 在印度他們自己也開發了一個印度的 算是他們自己的高速鐵路 印度也開發高鐵 因為印度他們不能夠讓其他國家 他們不是技術不到嗎 因為印度火車很重要 他們技術其實是不夠的 可是他們就在4月5號 他們舉國還騰 連他們總理都出來講話 為什麼 因為印度的新幹線 高鐵開通了 從印度的德里到南部的阿格拉 184公里這段路 它可以縮短到100分鐘可以完成 它的時速高到多少 高到160 160跟台灣的高鐵 跟日本的新幹線 16其實跟它比我們的舉光號 之前要快一點而已 對 所以說160真的不算高 可是印度來講已經算高了 所以當天通車點點的時候 看到後面當中沒有 張燈結彩成的花 掛了非常多花 很多媒體來拍 而且還有 包括高鐵的局長都出來講話說 我們印度開通新幹線之後 我們的技術跟國際能夠接軌 然後我們可以提高的服務品質 提供更好 更安全 更舒適 裡面的其實它裡面的設施也還不錯 因為印度這個新幹線 他們自己所謂的高鐵 我們外面是叫做類高鐵 可是他們裡面的設備 包括什麼 包括它有充電 它可以 手機可以充電 它有板子 它工餐 當地是算最新的啦 還有Wi-Fi喔 所以說以印度來講 確實這個鐵路在印度來講 是最豪華 最高級的 那裡面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還有什麼 它的廁所也是一種新式廁所 它的那個化分也是最新的化分技術